到桂林的第一建设是看橡皮山 到达桂林先了解一下这个城市 桂林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 桂林之名始于秦代 因当地盛产玉贵而得名 这是桂林名称的最早起源 桂林处于西江之流的桂江流域 夏商周时期该处是百岳人的居住地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称百岳之地 桂林属百岳的一部分 秦汉时期公元前214年 秦王朝征服百岳 在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巷郡 秦始皇开凿林渠、沟通乡、离二水后 桂林变成为南连海域、北达中原的重镇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 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地位越来越凸显 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 秦军50万南下统一百岳 在兴安开凿林渠 西汉以后 此地的郡县制所均在桂林 民国27年、1938年 抗日战争爆发 武汉、广州相继沦陷 工厂内迁、桂林人口骤增 抗战时期桂林是仅次于重庆的大后方重镇 成为华南地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西南抗日重镇 民国历史上长期为广西省会 民国33年、1944年11月到1945年7月28日日寇占领桂林 桂林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从远古以来 历代都在此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 其中以赠皮岩为代表的史前文化 以宋代、明代古城池格局为代表的 古代城市建设文化 以林渠、相思地为代表的 古代水利科技文化 以名胜古迹、历代摩牙石刻为代表的山水文化 以静江王城、王林墓群为代表的明代方王文化 以及近现代革命遗迹、历史纪念的为代表的近现代文化 是桂林历史文化的精髓 现在正在欣赏的是位于市区的橡皮山景区 橡皮山原名黎山 位于桂林市区桃花江与黎江汇流处 山体酷似一枝站在江边 身比好隐黎江甘泉的巨像而得名 被称为桂林山水的象征 橡皮山以神奇著称 其神奇首先是行神逼四 其次是在鼻腿之间造就一轮灵水明月 构成橡皮山水月奇景 橡皮山是桂林旅游的标志山 每个游客到桂林必来之处 桂林是世界著名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 不仅山水风光 人文景观令人神往 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也令人迷恋 只可惜由于上世纪国内战乱 加上日本轰炸桂林 老式桂林传统建筑几乎全毁 谢谢大家观看